一千四百八十一级 还不够 他双眼露出灵力 与那鸿芒交错 看起来极为争灵 再加上此刻 他身后那数百头颅的声声惨叫 使得王林如同从黄泉走出之魔 这些人 该死 王林大袖一甩 其右手从袖子内直接伸出 五指并拢成长 向着那修真心遥遥一按 这一按之下 那修真心内 顿时就传出惊天轰鸣 肉眼可见的 无数尘埃骤然飘起 把这修真心笼罩在一片陈雾之内 与此同时 一声声惊呼 立刻传出 却见那修真心上打坐的 诸多界外修士 一个个猛地睁开双眼 露出骇人之色 身子急急飞出 想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刚一出现在天空 顿时就看见 大地上卷起无数尘土风暴 遮天盖地 连接天空 使得视线之内一片模糊 如同漠视 更是有一股让所有人心神颤抖的威压 从天而降 笼罩八方 形成了一股镇压之力 在这镇压之力下 那些界外修士 立刻就有大半 喷出鲜血 神色萎靡之中 双眼露出恐惧 这 这是什么力量 谁 是谁 莫非是界内大能来临 可界内大能都在罗天 谁能走过层层封锁 来到这里呢 还有那些正与卢顶双修 亦或者是残虐界内修士凡人的 诸多界外之人 也在这一瞬间 纷纷惊出一身冷汗 积极离开所在之地 直奔天空而去 但就在他们来到天空的一瞬间 却是看到了一幕 让他们骇人至极的画面 他们看到那天空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这手掌几乎遮盖了整个天空 使得大地骤然一暗 如同黑夜一样 阳光被阻挡 光芒被遮盖 一切的光明都被这手掌 完全地阻止 使得天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这巨大的掌印内 还有一个印记 这印记闪烁 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 若是盯着看了 那么心神就会一片纷乱 那印记啊 是一个门 是一个由无尽白骨组成的 万空骨门 这门在之前毁灭之后 就烙印在了王林的掌心 成为了永恒 这修真心上的数千修士 在他们看到这掌印的瞬间 这巨大的手掌 慢慢地五指抠起 仿若要握拳一样 在这握拳的过程中 这数千修士 心神轰轰 一股股如烟丝一般的气息 从他们的蹊跷内 不受控制地被生生抽出 直奔天空而去 因果印 若是有本源的第三部大能 那么抽出的就是本源 不会动机生死 但若是修为没有到第三部 那么 这因果印抽出的就是灵魂 元神 生机 等等一切体内虚无 因果印 极为可怕 此印一出啊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尤其是此刻 王林带着杀戮的愤怒一击 更是惊天动地 随着那掌印的握拳 几乎是刹那间 在那数千修士 茫然的墓中 掌印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那拳头并没有落下 而是向外猛的一拽 这一拽之中啊 这数千修士的惨叫 同时惊天而起 那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传遍整个修真心 最终化作一声声轰鸣 却见那在半空中的 数千修士 一个个身体轰然崩溃 头颅与身体分开 直接飞起 直奔天空而去 一颗颗头颅 化作一道道长虹而来 出现在了星空中 王林的身后 修真心外 王林右手握成了拳头 那无数生机与灵魂 还有元神等等须之物 在那修真心内 散出凝聚在其拳头中 被他一挥之下 其内的数千元神 全部各自回到了头颅内 被生生的封印 沉浸在了生死 真假 因果之中 其身后的惨叫 再次滔头而起 这是数千头颅发出的 凄厉声音 在这星空内 不断地回答 区区数千 还是不够 王林转身 向着神石内所看到的 另一颗修真心 一步步走去 赵和星域深处 那属于界外的第三部大能 其神石轰轰而动 凝聚出一片虚影中 其本尊从所在之地 一晃而起 锁定了王林的身子 从遥远之处 急急而来 这还是王林 想要此人来临 故而让其锁定了身子 否则的话 此人根本就没有资格 找到王林所在之地 来一个 杀一个 来一群 杀一群 王林神色阴沉 双眼杀鸡更浓 他还没有杀高 还没有杀得舒服 此刻前行中 在他的面前再次出现了一颗修真心 心内一片废墟 死气笼罩 那死去的浓郁极为惊人 显然曾经在这里 生存了诸多的生灵 但此刻 其内却是一片死亡 太古星辰 有一族 为明灵族 死族之人 吸收死气而休 所在之地 往往都是死气 最浓的地方 这颗修真心 便是因明灵族 在这场大战中 有所功劳 故而被长尊会赏赐 明灵族 在太古星辰 只是小族 此刻在这修真心上 其族几乎大半都是从外界凝聚而来 把这里作为了新的部落 在这浓浓的死气内 还有无数散发灰芒的气泡漂浮 那气泡内存在了一个个界内俘虏 这些俘虏中啊 大多是女性 其中有一人 赫然就是那周子虹 她逼着双眼 昏迷不醒 面色苍白 但衣衫还是完整 就在这时 在这片死气弥漫的大地 突然传出轰轰之声 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那裂缝内传出一股吸力 卷动三百个气泡 直奔裂缝 周子虹也在其中 透过朦胧的死亡雾气 可以看到 在那地面上的裂缝深处 潘膝坐着一个 身穿紫衣的光头男子 这男子一身紫色大袍 裹住身子 光光的头顶上 时而有一个个凄厉的魂魄面孔 凹凸而起 发出无声的惨思 随着其双手抬起 向外一回 那三百个气泡 直奔其所在而来 这光头男子 猛地睁开双眼 其墓内露出奇异之蒙 盯着那三百个气泡内的界内修士 神色中露出残忍 也只有在这界内之地 方能有我明灵族崛起的机会 死亡之人越多 则死气越浓 且还有这些活灵共事 若是在太古星辰 嫌弃如此杀戮 定会被长尊会惩罚 这男子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 大笑一甩 那三百个气泡 骤然间一一崩溃 气泡的崩溃 使得其内那三百个赵和女修 展露在了这片朦胧的死气之中 神色扭曲 露出痛苦之色 且她的身体更是在气泡崩溃的瞬间 慢慢地枯萎起来 阵阵生机从他们的蹊跷散出 在他们身边凝聚之中 慢慢化作了一片虚影 那一个个虚影仿若原神 与他们的本体相貌一样 周子虹神色扭曲 双目紧闭中身子颤抖 生机从其身体内急速散出 凝聚之后 同样化作虚影 随着那光头男子 双眼奇异之盲一闪 周子虹的原神虚影 与那其余虚影 一同直奔男子而去 您是极乐 那光头男子低吼下 双手伸出向前一挥 立刻那三百元神虚影速度更快 转眼就临近其身 就在其张开大口 残忍中欲要吞噬的一瞬间 突然便有一声冷恒 从天地轰轰而来 这一声冷恒如同雷鸣骤然而起 轰鸣之下形成了一股阴浪风暴 轰然震动 那光头男子身子一颤之下 伸出的双臂直接崩溃 化作血肉之石 其喷出鲜血 神色骇人 身子急急后退 那三百个元神虚影 原本避着双目的赵和女修 此刻纷纷一阵之下 睁开了双眼 带着迷茫望着四周 是谁 哪位大能来到明灵族 老夫明灵族族长 不知何处怠慢前辈 还气 那光头男子 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惊恐 身子后退中 心脏砰砰狂跳 骇人至极 对方只是哼了一声 就让自己施展神通大法的双臂崩溃 更是在心神狠狠地重击一番 让他气血翻过 元神几乎又崩溃 他修为达到了天人第五帅 这种事情他一眼就认出 对方定是那绝不能招惹的大能之辈 只是他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大能 为何要惩罚自己 他根本就没有去想 对方并非来自太古星辰 而是戒内之修 他清楚地知道 戒内之修此刻大都是在 罗天星宇被层层包围 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绝不可能来到这里 惊慌中啊 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他的双眼被一片白芒取代 他的目光顺着裂缝向上看去 他看到了 在那片死气弥漫的雾气中 走来了一个身穿白衣的白发男子 这男子神色阴沉 其身后在那死气内 漂浮着数千头颅 一声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声 从那数千头颅内传出 使得这光头男子心神颤抖 双眼瞳孔收缩 他望着那白衣男子 他感觉对方的样子极为熟悉 你 你是 这光头男子脑中轰鸣 他愣了一下后 从对方身上传来的那种熟悉的感觉 让他猛地想起了一个人 再想起那个人的名字的一刹那 这光头男子 立刻发出无法置信的惊呼 其身子疯狂地退后 口中发出一声尖笑嘀吼 明灵族族人 立刻掏出自信 快 快 王林双眼寒光一声 右手抬起 向前虚空一抓 立刻一只虚幻的大手 直接幻化而出 轰轰之下 破开天地 直奔那后退的光头男子而去 瞬息间 在那男子的话语说出的刹那 这虚幻的大手 就直接一把将其全身抓住 狠狠地一卧之下 那光头男子发出惨绝人寰之声 其身体 骤然崩溃 但其头颅却是保存完整 封印了其灵魂与原神 在王林收回右手时 成为了身后数千头颅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 这修真心上 此刻从各个地方 一道道明灵族族人的气息 积极而起 每一道气息 都代表了一个明灵族族人 他们出现之后 神色茫然 但却毫不犹豫地向着天空飞起 四散中就要逃出此心 他们尽管不知晓发生了什么 但族长之命如天 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王林转身 目光冰冷 右手向后一挥 右目雷霆轰然而出 那一道巨大的闪电 直接从王林右目闪烁 分裂成无数 以其为中心向着四周急速而去 漆黑的修真心上 在这一刹那 电光交错 雷鸣轰轰 那分裂出来的每一道闪电 都如同索命之劫 轰入一个个头盾的明灵族族人身体 将其身子轰灭 卷着头颅而来 死亡的惨叫 在这修真心上 此起彼伏 王林没有去理会 他看着那三百个 还处于茫然的虚幻元神 袖子轻轻一甩 这些元神呢 一个个立刻回到了他们的身体内 一步迈出裂缝 再走出的刹那 一道道闪电 从八方归来 在王林身后的头颅 数量接近万颗的同时 那些闪电 一一融入 王林右目之中 短短的数席间呢 这修真心上所有的明灵族族人 死亡殆尽 无一活口 身在半空 王林右手抬起 像这下方大地一样 轰鸣之声 滔滔而起 这大地上 缭绕的无尽死气 此刻如海浪一般卷动 骑骑 滔天而起 直奔王林而来 最终 这无尽的死气之物 全部凝聚在了王林 那代表了死亡的右手之上 化作了一个悟求 急速旋转着 随着死亡气息 被王林收走 大地恢复了生机 那原本存在于 死气中的众多气泡 也纷纷碎裂开来 使得其内的赵和修士 一个个获得了自由 收回看向大地的目光 王林一把握住 手心之中的死亡雾气 抬头一步 向着天空走去 右手雾气狠狠的一捏 那雾气直接碎开 一股惊天的死亡气旋 骤然就爆发出来 直奔天空冲去 哼 既然来了 就别走 王林声音冷漠 望着天空尽头 死亡气旋 空击之处 却见那里一片扭曲中 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身穿道袍 神色极为凝重 出现之后 他双手掐绝 立刻在身前 就有一面龟甲之盾 幻化而出 此盾足有百丈大小 将其身子笼罩在后 使得那死亡气旋 直接就落在了 这龟甲之盾上 轰鸣之声回答 那龟甲盾震动下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但却没有碎开 而是向后倒卷 带着那中年男子 不断地后退 凤 凤尊王林 你居然没死 那中年男子后退中 双眼露出震惊之色 他之前只是锁定了 王林的神识 但却看不到王林的样子 此刻 从遥远之地来临 再看到王林毁灭了 这修真心上 数千界外修士后 他便立刻 升起了退意 但还没等其离开 便被王林逼出了身影 王林一语不发 眼中杀鸡弥漫 身子一晃 直奔那中年男子而去 刹那间呢 就临近其盾牌之外 右手抬起 向着那盾牌 狠狠地一击而去 轰的一声 那盾牌裂缝更多 震动之下 让其后的那中年男子 面色苍白 嘴角溢出鲜血 其神色骇人中 疯狂地退后 你故意引我来此 你 你隐藏了修为 这一掌之力 让这中年男子 清晰地感受到了 来自王林身上的恐怖气息 他心神狂跳 此刻脑子里 再没有什么杀人念头 而是立刻逃遁 当王林引他来此 便不会让其 有机会逃走 此刻冷哼中 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又一次落下 这一掌之中 蕴含了因果 轰的一声 落在那盾牌上 台掌握拳之际 这盾牌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 一道道气息被抽出 甚至连同那中年男子 也同样如此 这中年男子面色苍白 在盾牌崩溃之后 身子再次后退 其双眼露出极为凝重之色 对他来说 这是一次生死大劫 他知晓自己 怕是无法逃遁 此刻一咬牙 放弃逃走 而是双手掐绝中 其眉心立刻出现 一道红色的裂缝 那裂缝内 便是其融入身体之中的 香火界 就在其香火界 打开的一刹那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一指 定 一字定身 那中年男子全身皱然一顿 就在其一顿的瞬间 王林一步走去 右手指掌 在那中年男子胸口一拍 此人身体轰轰之际 王林右手抬起 落在其眉心 轰的一声 这中年男子全身巨震 蹊跷流血 双眼露出挣扎与恐惧之色 颤抖中想要挣脱出 这定神术的操控 但在王林面前呢 他没有这个机会 王林双眼寒光一闪 两掌崩溃了此人心神 加一封印之后 右手在这中年男子 脖颈一扫而过 鲜血喷发 这男子身体与头颅直接分开 其身体直接崩溃成为血肉 头颅被王林一把抓住 同学以下 无人是王某敌手 王林转身 抓着那滴着鲜血的头颅 向着星空走去 空涅修士 吞噬道灵 凝固香火界 更需要大量的香火之魂 但此界 也仅仅是外部而已 唯有达到了空灵修为后 方可把香火界 与自身融为一起 以自身为天地 使得诸多香火之魂 膜拜自己 从而在自我的天地内 拥有无上神通 空之四境 每提升一个境界 都极为艰难 尤其是空灵圆满至空玄 那更是难上加难 他需要的已然不是香火界 而是须之本源 本源分为石与须之分 如雷火五行 均都是石之根本 这样的本源 看得到 也较为容易获得 他所需感悟不多 只需融合了诸多同类之后 便可慢慢地 让其本源大成 这一点 王林当年的火焰本源 与雷霆本源 就是如此大成 但本源之中 还有一种名为 须之本源 如因果 生死 真假 他看不到 唯有感悟 这样的本源 极难大成 因为他无法融合 只能去感悟 空玄修士之所以不多 界内界外加在一起 数以百万 乃至更多的修士中 怕是也只有十几人的样子 其重点 便是因虚本源的艰难 若是在 踏入第三步时 便有了虚本源 那么 在空玄之时 就会少了很多瓶颈 可毕竟 轰开空门时 拥有虚本源之人 实在是太少太少 如此一来 想要达到了空玄境界 就需要重新感悟出 虚本源 或者是抢夺 或者是自己名模 虽说第三步后 再获得本源 很难大成 可这无数年来 却是出现了不少奇人意识 他们慢慢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很是奇异 却见证了修士的智慧 在很多时候 都是大同小异 他们的方法 便是在自身的香火界内 让那无数香火之民 去修炼 这些香火之民 在这些大能的帮助下 修炼的速度会突飞猛进 且在自身的香火界内 幻化出山河轮回 如此一来 那些香火之民 甚至都不知晓 自己所在的地方 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凭此 让这些香火之民 获得就连修为 也是虚幻的力量 让他们之中 在无数年里 自行诞生出 虚本源之民 一旦出现虚本源 则立刻会被将他们的 饲养大能吞噬走 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因为这一切 都是虚幻的 因这些香火之民 都是那各自大能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这种吞噬极为完美 同样的 因为就连这些香火之民 这些香火之民的修为 也是虚幻的 故而就算是当他们 走出那各自大能的香火界时 他们也会失去一切力量 成为凡人 在这无数年来 也有人曾去追寻 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是否也是一个强大存在的 香火界 但这一点 没有答案 唯一验证的一点 就是当走出这天地时 若是修为全部消散 成为了凡人 那么则足以说明 自己的存在 只是一个香火 可若是走出之后 修为不变 则代表这一切 全部都是真的 王林走在赵和星域的星空中 神石从右手所抓的头颅内收回 他之前在抓这些头颅的一刹那 便施展了搜魂之术 从这中年男子身上 获得了很多记忆 此刻 右手向后一抛 王林身后的几万头颅内 又多了一个 这是这境万界外修士中 第一个三不大能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赵和星域 此刻再无大能 即便是有 也徒增亡魂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他如长虹一道 横扫赵和 凡是他走过的修真心 便是腥风血雨 如狂风扫夜 掀起无数头颅 融入身后 一颗颗修真心 一处处界外修士的助手位置 往往在白衣一闪间 便是死亡的呼唤来临 随着王林一步步走去 他身后的头颅数量越来越多 一万 一万五 两万 直至那些头颅的数量 达到了近五万之多 五万头颅说来简单 可实际上若是亲眼看去 足以撼动一切修士的心神 这不是单纯的杀戮数量 无法看得仔细 这是真真切切的一颗颗头颅 那浓浓的血型 即便是距离很远 也可以闻得到 当司徒南等人 这数千修士来到赵和时 他们看到的 便是在没有了一个 界外修士的回归赵和 在他们走过那一颗颗 被鲜血染红的修真心时 一个又一个赵和修士加入进来 跟随王林远去的脚步 向着前方呼啸而走 王林在前 他们在后 尽管之间阻隔了 仿若千山万水 无尽星空 但王林的存在 就如同一把利剑之手 其指之处 众人其行 神识从整个赵和行御收回 确定了这里 再无界外修士后 王林带着身后 那近五万头颅 在那五万头颅 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惊天动地之时 他迈入进了云海 云海行御 是当年大战的前线之处 死在这里的双方修士 数量众多 刚一踏入这里 王林便隐隐地感受到了 无数冤魂似存在一样 再发出一声声嘶吼 他闭上双眼 感受了片刻后 猛地睁开 其墓内露出杀机 向前一步走去 身后五万头颅飘浮 远远一看 如同人头之海 触目惊心 五万头颅 可阻生死阵 王林前行中 这云海行御内 那当年曾存在的一处处 漂浮的大陆 此刻其中大半 已然崩溃 四分五裂 故景不在 那些存在的大陆 则被界外修士大量的占据 这些界外修士 在云海内存在的时间悠久 且因云海 为当年大战的前线 这里几乎没有了界内修士 全部死亡 一千四百八十三集 墙 整个云海 完全地成为了界外的封地 王林的神识扩散 刹那就笼罩了整个云海 在其神识内 云海的一切 均都清晰地在其心神内 一一浮现 望着那已然失去了熟悉的云海 王林心中的怒 如风暴轰鸣 他神识地扩散 没有丝毫地隐藏 而是以一种霸道的方式 告知这云海内存在的 所有界外修士 他的来临 在其神识内 一处处大陆上 驻守地界外修士 纷纷从打坐中惊醒 震撼之中 齐齐抬头看向天空 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在他的心神内 急速地滋生 云林的神识 如同一股大烂 横扫云海 如同一击 连绵不断地重追 轰轰地敲响在了 所有的界外修士心中 云海深处 罕见存在的一颗修真心上 此心原本是破天宗的山门 但此刻 却是成为了废墟 无尽青紫色的海草 在这大地上生长 高约百丈 远远一看 如同是这修真心 长出了头发一般 整个修真心 完全被这无尽的青紫海草 完全弥漫 在这修真心的中心 无尽海草之中 有一个粗约数十丈的巨大之径 那是一朵紫色的大花 其高约千丈 在那无数海草中极为显眼 仿若那些海草便是因其而生 此花并未绽放 而是在顶端之处 有一个约十丈大小的花孤朵 那花孤朵成圆形 其内隐隐透明 赫然盘膝坐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样貌很是美丽 身穿轻衣 盘膝中在那打坐 一股第三步空涅中期的气息 从这花孤朵内缓缓地散出 就在亡灵神时 从这修真心扫过的刹那 这花孤朵内的女子 猛地睁开双眼 其目中露出一丝震惊 随着其双目睁开 这修真心上的无尽海草 奇奇如动 距离这修真心很远 在那与界外连接的 当年云海战场雾气内 有一处漂浮的大路 这大路上有无数界外修士 正急速飞行间 慢慢地搬来一块块大石 正组建一座庞大的庙宇 这庙宇已然具备了雏形 其上还有一个雕像 这雕像身后 还有两个巨大的黑色翅膀 雕像的样子 更是争名中透出一股威严 这雕像索克不是人 而是一只巨大的蝙蝠兽 在这雕像的头顶 潘膝坐着一个红袍老者 这老者的眉心印记 赫然也是一个黑色的蝙蝠 在亡灵神时扫过这里的一刹那 这老者一脸骇然地睁开双眼 猛地站起身子 望着天空 神色顿时苍白下来 同一时间 在那螺天星雨内 此刻界外修士 凝聚了数十万之多 更是有数个界外大能坐镇 其中还有几人 正是当年参与了 围杀亡灵之修 这数十万界外修士 层层环绕 一眼看去密密麻麻 占据了无尽星空 他们一个个神色 蕴含了疲惫 但在那疲惫下的凶狠 却是丝毫没有消散 被这数十万修士包围的 是一个由999个修真星 组成的磅礴阵法 那阵法中啊 每一个修真星上 都存在了一些界内修士 他们在这里啊 已然死死地抵抗了很久 在这阵法的最中心 有一个圆形的祭坛 那祭坛被一片 朦胧的雾气缭绕 只能隐隐可见 齐上潭膝坐着一人 在一颗修真星上 粉衣飘舞 一个神色冷漠的女子 咬着下唇 眼中渐渐升起绝望 在另一个修真星上 木冰梅长发被竖起 穿着白衣 美丽的容颜透出茫然 在这一颗颗修真星上 一个个王林熟悉的身影 他们在这里 王林在云海 他没有直接去往罗天 以他一人之力 无法颠覆这一场大战 即便是使用了 李广弓箭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只是能 短时间地改变战局 三年的时间 他必须要考虑 且三年后 当远古先遇之人走出 他还是要去毁灭 界外远古 这一切都需要李广之见 他 没有那么多的先例 去一次次地 拉开那把弓 所以 他知道罗天的危机 但还是没有选择离去 就去 他要先途进 其他星域的界外修士 他需要这些界外修士的 头颅与元神 去完成那最强的一道阵法 随着王林的前行 他走过了一处处大路 在那一生生死亡的轰鸣下 王林身后的头颅 超过了五万 在那些头颅 超过五万的瞬间 王林双手一挥而出 其左手抬起 一指星空 左手便是生 一羽出口 五万头颅齐齐而动 分出一半直奔起左侧 在星空内转动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右手掌握死 王林右手一指 另一半头颅齐齐而来 再次形成了一个死亡的漩涡 王林双目凝重 双手急速掐绝 一道道尽之印诀 幻化而出 融入那两个漩涡内 在片刻后 王林一声低吼 其身前 这代表了生死的两个巨大漩涡 立刻就相互重叠起来 瞬息间 便完全地融合为一 成为了一体 轰轰之声 使得星空颤抖 却见融合在一起的漩涡 疯狂地旋转起来 不断地扩张之下 百丈 千丈 万丈 乃至十多万丈 这庞大的漩涡 在王林的上空 轰轰转动 净使得星空 也似随着旋转一般 生死阵 成 王林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 其第三步 心神之血 其血液一出 就化作一片赤红雾气 与那庞大的漩涡融合 随着融合 一声声咔咔之音 滔滔而起 却见那巨大的漩涡 赫然停止了运转 不但停止 甚至还凝固起来 转眼之下 那庞大的漩涡 就完全地凝固了 它飘在上空 看起来如同年轮一样 点点鸿芒闪烁 从其内爆发出 一股惊天的气势 远远一看 这凝固的漩涡 既像是一个个年轮 但更像是一个 巨大的车轮 这车轮呢 就是代表了生死 它不转 则终生存 一转之下 终生灭 组成这车轮漩涡的 正是那五万个 发出七粒惨叫的头颅 王林身子一跃而起 赫然就站在这 巨大的车轮之上 那车轮不转了 但却向前轰轰而走 王林双眼露出奇异之蒙 随着那车轮移动之下 直奔前方 另一片大路而去 他要杀人 要更多的头颅与原神 去组成第二阵 因果大阵 一路急驰而走 一处处大路 在王林面前崩溃 其内所有界外修士 纷纷碎灭而亡 他们的头颅 被王林收走 再次凝聚在了身后 形成了一大片 代表着死亡 王林身体外 弥漫的血腥气息 依然浓厚的 仿若要下一场邪雨 他双眼通红 杀戮充斥全身 在毁灭了一处大路的 数千界外修士后 一步走去 渐渐地 在王林身后的头颅 再次达到了数万 但这场杀戮 还没有结束 王林身子一晃 右手抬起之中 一掌落下 轰鸣滔滔 其前方那一处大路上 从旗内冲出 想要逃散的 诸多界外修士 纷纷一阵之下 身子轰开 鲜血四剑 头颅来临 这一切并非漫长 而是很快 随着王林一路横扫 杀戮滔滔 死亡的界外修士更多 片刻后 在王林的前方 就出现了一颗 巨大的修真星 这修真星 长满了海草 在其来临的一瞬间 一股第三步气息 从这修真星上 直接爆发出来 此星正是之前 那女子所在之地 她在察觉 王林的神识后 不敢提前出手 更是寻找不到 逃顿之路 她唯有等 等王林前来 在这修真星上 凭着此星 与王林一战 这颗修真星啊 已然被她完全掌握 其上的那无数海草 便是来源于 她的香火之魂 在这里 她尽管没有把握 能战胜王林 但在这里 她却是可以达到 此生至今 最强的巅峰 一声尖锐的呼啸 在王林来临的瞬间 从这修真星上 积极传出 此生此耳 在传出的刹那 这修真星上的 无数海草 疯狂地滋生起来 从百丈之大 化作了千丈 万丈 最终 甚至达到了 十万丈 百万丈 还在蔓延 还在延长 顷刻间 在王林墓中 这修真星 赫然发生了 极为诡异 甚至其之一生 都没有遇到过的变化 这修真星 在那无尽海草的生长下 远远看去 这修真星 居然变成了一颗头颅 那些蔓延出修真星 还在暴增的 无数海草 就是这头颅的长发 那修真星上的花孤朵 此刻绽放开来 那绝美的女子 露出了容颜 其口中喃喃 笼罩修真星 使得这修真星的 大地山河 浑然改变 这一变之下 山峰又崩溃 又凸显 河流又干枯 也又凭空而出 如此一来 随着修真星 地表的大范围变化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这颗修真星 完完全全地 成为了一颗 巨大的头颅 这是一个女子的头颅 在那地面的改变下 赫然出现了 那花孤朵内的 女子相望 在星空中 一眼看去 这一幕 诡异之极 那庞大的修真星 成为了那女子的头 其容颜极美 正闭着双眼 其海草形成的头发 无风自动 飘散之中 使得这女子 更为美丽 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吸引 其山峰为鼻 山脉为眉 峡谷为唇 大海为眼 种种的一切 无不显露出 这女子的惊人神通 王林目光一闪 摇摇看去 就在这时 那修真星所化的 女子头颅 睫毛一颤 阵阵哄哄之声 回荡 其睫毛的颤抖 在这修真星 就是山峰的震动 与崩溃 在这颤抖下 这女子的双眸 默然睁开 无情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王林 更是从这女子 头颅的口中 传出了一声 使得星空崩溃的奸笑 神通不错 可修为太弱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虚空一抓 赫然间那 血色弥漫 却见那血剑 直接幻化而出 被他一把 抓在了手中 抬起之时 其左目火焰滔滔 右目雷霆闪烁 眉心生死因果 真假本源弥漫 空灵中期毁灭之力 在这一瞬间 融入其右手的 这把血剑内 那血剑发出 惊天的嗡名 似无比的兴奋 仿佛其饥渴了 无数年 终于在今日 才在王林手中 有了爆发 全部之力的回忆 望着那双目露无情 正在发出奸笑 仿若神通 展开时 咒语一样的 女子头颅 王林眼中 寒光一闪 右手握着那把剑 直接一剑斩下 这一剑落下 星空轰鸣 呼啸取代了一切 一道足以开天的剑芒 滔滔而出 无尽长短 似可以切割一切阻碍 从上空向下 轰轰而去 转眼就落在了 那头颅的眉心之中 在那女子双眼 无情崩溃 露出恐惧 与绝望的刹那 生生地被打断了 其神通的施展 从其眉心 直接一展穿透 破开了其眉心 劈开了这修真心 断开了 这巨大的头颅 一千四百八十四集 去网罗天 光芒一闪 剑光穿透 在这女子的面孔上 留下了一道裂缝疤痕 轰然的就一封为二 一同分离的 还有那花骨朵上的女子本尊 其头颅带着迷茫 与身体分离了开 王林右手落下 血剑消散 不再去看 而是一步 从这修真心旁走过 在走去的同时 其左手随意地 向着那修真心头颅一抓 顿时那与身体分离的 女子本尊头颅 就从这修真心内飞起 落在了王林手中 被他抛在了身后 远远离去 直至其离去很久 这颗修真心 才完全地分裂开 崩溃碎灭 云海星雨 对于界外修士来说的噩梦 已然到了尾身 凡是王林神石覆盖的地方 随着他一次次身影出现 所有界外之修 全部南逃一死 没有人能阻止 王林的脚步 留下血腥 带走封印了魂 与原神的头颅 渐渐地 在王林身后的诸多头颅 再次达到了五万 驱走了出云海战场雾气外 最后一处大路上的界外修士头颅 王林双目寒光闪烁 转头看向了远处 那个位置是云海战场所在 是那被雾气笼罩的 与界外连接的缺口 在那里 还有一处漂浮的大路 此刻这大路正快速地移动 其内数千修士 同时出手 使得这大路向着去往界外的缺口 不断地临近 在王林看去之时 他已然有一半 深入进了缺口内 存在于了界外太古星辰中 想跑 晚了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一回 其脚下那代表了生死的凝固 漩涡 锁化转轮 直接就从其身下一闪而出 轰鸣之下 破开了星空 赫然就直奔了雾气内的 最后一处大路而去 就拿你们 来祭王某生死大阵 结束云海杀戮 瞬息间 在那进入风阵缺口一半的 大路上空雾气内 那雾气急速倒卷之下 这生死转轮 轰轰出现 其出现之后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 直接就降临在了那大路上 在那雕像上 老者 面色大变得刹那 他亲眼看到 这巨大的转轮 缓缓地转动了一圈 生死 便是一圈 生死大阵 从漩涡演变而来 凝固之后 自称不动转轮 其不动 则生死不动 若动 则生死逆动 随着那巨大的转轮旋转 轰轰之声 似从狱外而来 破开虚空 直接传递在这 这片被雾气笼罩的星域内 一圈之下 生死决断 一股浑厚的威压 直接就从那转轮上 轰鸣而起 向着那下方 已然进入到 风阵缺口一半的 碎片大路 骤然镇压而去 这镇压 震的是声 压的是死 在生与死之间 磨灭一切灵魂与原神 崩溃一切 有形无形之物 那碎片大路 怦然一颤 其边缘位置 立刻就出现了 无数裂缝 轰轰崩溃 成为碎末 且不断地蔓延之下 这崩溃从边缘 向着大路深处 急速地蔓延 轰鸣之声 滔天而起 震耳欲聋 几乎是瞬息间 这大路上的裂缝 就如同沟壑一样 纵横无尽 化作无边呼啸 传遍四周 那大路的颤抖 随着不动转轮的旋转 越加地剧烈起来 诸多的大路上的界外修饰 更是在这镇压下 面色苍白 喷出鲜血 身体内 又碰碰之声回荡 神色极为痛苦 甚至一些修为弱的 更是被镇压得肉身崩溃 原神封印在了头颅内 直接抛弃 还有那大路中心呢 已然具备了雏形的庞大庙宇 此刻 这庙宇颤抖中 通体裂缝弥漫 在上空不动转轮的 缓缓旋转下 轰然崩溃 掀起尘土 成为了废墟 其上的老者 更是嘴角溢出鲜血 眼中露出恐惧 其挣扎的低吼 身子一跃而起 双手掐绝之下 便有一片黑风 在其身体外呼啸而来 卷动成弦 远远一看 似化作了一张 巨大的森森之口 直奔上空 不动转轮而去 看其样子 似要将这转轮 生生吞噬 这种行为 在王林看去 只有四个字 可以形容 不自量力 这老者不自量力 竟敢驱途 王林的生死大阵 此阵呢 他起配一吞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 冷横中 那漂浮在大陆上空的 不动转轮 骤然一动 再次缓缓地 旋转了一圈 在其转动的瞬间 那老者身体被黑风弥漫 化作了巨大森口 轰轰而来 不断地膨胀之下 最终几乎化作了数十万丈大小 勉强超过了生死大战 向其一口吞噬 这老者不得不如此 他知晓自己无法逃顿 若不平命 则必死无疑 左右也是死 何不去凭一次 一旦凭胜 则他不但解除了生死劫难 且还会名声大震 狂暴地低吼下 这老者所化的森森巨口 漠然间呢 就将那生死大震 吞入口中 就在这一瞬间呢 却是有阵阵凄厉的惨叫 从这森森口内 轰然传出 却见那黑雾组成的森森之口内 爆发出了一股惊天之力 这股力量蕴含了生死 包含了镇压 轰的一声 那黑雾组成的大口 直接崩溃 四风五裂之下 向着四周 骤然倒卷 远远一看了 这一幕极为惊人 如同拨开云雾 见青天一般的气势 随着那雾气的崩溃 那生死大震 所化的不动转轮 再次出现 更是在这一刹那 那老者的身体 从这崩溃的黑雾内 被一股大力冲入身体内 喷着鲜血 其身直接就落向大地 轰的一声啊 直接砸下了 成为废墟的庙宇之中 轰鸣回荡 弥漫了无尽裂缝的大路 再次一阵 在那老者落下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 又千丈大小的深坑 深坑中啊 这老者全身多处伤裂 鲜血弥漫 染红了一山 其神色萎靡 双眼内透出的恐惧 已然浓郁到了极限 他挣扎得想要站起身子 但就在这时 随着王林大袖一甩 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一指 却见那上空 巨大的不动转轮 轰然向着下方压去九村 九为节 压下天崩地裂 随着其压下 那挣扎要起身的老者 再次喷出鲜血 其身体被一股 磅礴的镇压之力 轰然落下 根本就没有半点力气挣脱 再次轰入大地 整个大路 在不断的震动下 又一次开始了崩溃 一处处碎片 巨石坍塌 向着四周分离而去 不断地化作一片片碎末 大路上残存的那些界外修士 一个个肉身骤然崩溃 死亡无数 唯有一些修为高身者 此刻 潘膝坐在震动的大地上 死死地抵抗 他们的面色惨白一片 露出绝望 云海杀戮 结束了 亡灵闭上了双眼 右手向前一挥 那漂浮在崩溃的大路上空的 生死不动转轮 漠然间在那轰鸣之声下 向着大路 再次下沉了九村 在这九村下降的过程中 那被镇压在深坑内的老者 发出了肉身内 生命中最后的一声 凄厉的惨叫 其身体直接爆开 血肉四溅下 头颅内封印了原神与魂 在其肉身爆开的冲击下 卷走深空 在这老者死亡的瞬间 这大路上 那些死死抵抗的界外修士 一个个全身顿时崩溃 轰轰而亡 随着一切生灵的灭绝 这大路彻底的崩溃了 四风五裂之下 化作无数碎块散开 但每一个散开的碎块 都会在不断的轰鸣中 再次碎裂 直至成为碎末 就算是那延伸进入 风阵缺口的那一半大路 也难逃毁灭 一同成为了尘埃 永恒地 消失在了星空下 在亡灵睁开双目的一刻 数千头颅 包括那第三部老者的头颅 呼啸而来 成为了亡灵身后 那数万数量中的一部分 最后看了一眼云海 亡灵转身 向着他最终要去的地方 一步走去 那里是罗天 那里有太多亡灵熟悉的人 那里是这场大战 决战之处 向着罗天 亡灵一步步走去 在他身后 那数万头颅的凄厉惨叫 传遍星空 在他的身下 那生死所化不动转轮 随之而走 隐隐似有亡灵的声音传来 在其声落下的刹那 却见其身后 那数万头颅呼啸升空 在亡灵的上空 急速地转动 再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亡灵的右手抬起 五指张开 向着那由头颅组成的漩涡 漠然一案 这一案之下 那漩涡转动速度更快 轰鸣之下 那数万头颅连成一片 依然看不清晰相望 亡灵右手慢慢地握拳 在其完全握住的瞬间 天地轰轰 那漩涡在急速地旋转中 再一次地凝固起来 化作因果不动转轮 漂浮在亡灵的上空 远远一看 此刻的亡灵身体上下 共有两个巨大的转轮 他在其中 如同掌握了生死 因果的神仙 那一头飞舞的白发 透出一股杀戮至极的冰海 罗天 亡灵身影向前一晃 在那上下两个转轮的陪伴中 其身子骤然消失 出现之时赫然踏入进了罗天 罗天星宇内 那被数十万界外修士 层层包围的 由999个修真星 组成的大阵中 此刻残存下来的 所有界内之修 一个个神色露出悲壮 他们知道 这一战 界内败了 这990个修真星啊 使他们从四大星域 挑选而来 是界内最后的根基 但眼下 却阻止不了这些修真星 在界外修士的神通下 出现崩溃的迹象 此随时都可以毁灭 一生惊天动地 使得星空颤抖的轰鸣 在这一刻惊天而起 却见一颗修真星 在承受至今后 再也无法坚持 轰轰崩溃碎开 化作一股风暴 向着四周横扫 那修真星的大陆碎裂 海水气化 整个星体分裂开来 化作无数碎块道卷中 此星的星魂 烟消云散 在这修真星崩溃的刹那 界外修士 吼声传来 却见这几十万修士 齐齐冲出 各自施展神通 拿出法宝 向着那其余的修真星之阵 展开了又一波疯狂的攻击 这样的攻击啊 在这数月来 已然持续了多次 每一次尽管都无法破开这行阵 但却可以让那些修真星崩溃诸多 时至今日 这里的修真星 已然不是九百九十九个 而是不足三百 第三部大能 出手者都是空悬以下 那几个空悬大能没有出手 而是漂浮在四周 冷眼看去 他们存在的目的便是阻止界内之修 以毁灭行政为代价 展开一场 通归于境 一千四百八十五集 清水的女儿 这些空悬大能啊 共有五人 其中先妃三人 有两个曾参与了王林 生死大劫的一战 还有一人身穿紫衣 如贵妇一般 出此 另外两个空悬大能 王林也都相熟 正是那当年 与他在生死大劫中 一战的老狱 与那黑衣老者 当年生死大劫中 出现之人啊 除了长尊 与死去的中年文士 以及虚神天尊 全部都在了这里 有这几个空悬大能在 界内之修 在尝试了多次后 最终根本就无法毁心同灭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星阵 被一点点的摧毁 界外的修士中 除了那几个空悬大能外 还有七人 这七人修为 从空液至空灵不等 正是这七人 带领着界外修士 从七个方向 向着星阵 展开轰击 那轰轰之声 传遍罗天 落入耳中 震动心神 除了这七人外 在一群界外修士环绕中 还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极美 她冷冷地看着星阵 神色中隐隐藏着忧虑 她便是那死亡了分身的 云落大司本尊 她绝不会那么容易就死去的 我当年推演出来的未来一幕 到底是真是假呢 云落心中的忧虑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浓了起来 她永远也无法忘记 当年的那一幕幕 她在推演中 看到的那个毁灭了界外 太古星辰的清晰背影 此刻唯有把这忧虑压下 玉手抬起 向前一指 立刻其四周的界外修士 便呼啸中前行而去 八个方向的界外大军 如同八只利剑 在一次次的冲锋中 向着那最后一道界内区域 那行阵而去 轰鸣不断 在不久之后 一声惊天之声传遍八方 又有一颗修真心崩溃毁灭 化作风暴横扫 被那几个关阵的空旋大能 挥手消散 使得这崩溃的风暴 无法波及界外修士 慕冰梅 站在一颗修真心上 她的四周 有数千神宗修士 在其成为神宗宗主的这些年 慕冰梅 以其独特的魅力 再加上当年 王林的话语 使得神宗皈依 听其号令 在云海之战 在赵河之战 甚至在昆虚之战 乃至如今的最后决战 神宗全力出击 死伤惨重之下 他慕冰梅更是有两次险些死亡 最终存活下来 但神宗的修士 却也只剩下了这数千人 宗主 请前往河心祭坛之处 这里有我们 慕冰梅的身边 一个白发老者 神色透出悲哀 向着慕冰梅一抱拳 随着此话说出 四周其余神宗修士 纷纷看向慕冰梅 同时抱拳 说出同样的话语 请宗主 前往河心祭坛 这里有我等便可 慕冰梅眼中平静 他没有去看身边的这些 伴随了他一次次战斗的神宗门人 而是看着天空 在他所望的方向 有数万界外修士 正展开神通 轰击不断 在他与那些界外修士中间 有一层星阵的光芒 这些界外修士轰击的 便是这光幕 一旦光幕崩溃 这颗修真心 也会随之灭亡 那群界外修士中 有一个身穿青衫的青年 这青年相貌君郎 可却透出一股银邪之色 他背着双手 全身缭绕 无数妙慢女子的冤魂 这些冤魂便是让神通所在 发出声声不断的凄厉嘶吼 向着光幕攻击而来 这青年的目光穿透光幕 遥遥地落在目冰眉的身上 嘴角露出微笑 美人 莫要心急 这光幕很快就会被打开 听说你是那死去的 风尊红颜之一 本公子 对于别人的女人 一向很有兴趣 双修一番 其话语 徐徐 从光幕外传来 即便是那 数万修士神通的轰鸣 也无法压下 这声音的回答 这青年呐 正是那七个空悬之下 大能之一 他右手抬起 一指光幕内 修真心上的目冰眉 笑了起来 你是我的 目冰眉神色平静 眼中露出寒光 这青年呐 名为道飞山 是界外道飞族族长 擅长双修之术 性格残忍 神宗弟子 有不少死在此人之手 且这道飞山啊 不但喜好女子 就连一些 相貌俊朗的男子 也同样被其所洗 目冰眉的两次生死危机 其中有一次 便是被此人追杀 若非是当年的清水出手 他定难逃羞辱 宗主 还请宗主进入河心祭坛 老夫不信封尊会死 若是宗主有了什么闪事 封尊一旦回来 窝登 目冰眉身边的白发老者 声音透出焦急 我是神宗宗主 目冰眉轻声开口 话语透出一股坚决 另一个方向 那当年说出 君不识窃的粉衣女子 同样站在其修真心上 在她的身后 是来自昆虚星域内 当年的修真联盟的修士 修真联盟尽管挖起了多年 但当年残留下来的修士 已然不少 只是这些年来 在不断的战争中 只剩下了不足三千 这三千修士 全部来自昆虚 他们神色疲惫 但却还是站在这里 站在那粉衣女子的身旁 眼中露出誓死之心 在他们的上空 星正光幕之外 数万界外修士 正展开疯狂的攻击 轰鸣滔天 在那群修士内 有一个中年男子 其赤裸着上身 一脸凶残之色 出手便是风雷滚滚 形成无数天雷与狂风 轰击光幕 他一个人的攻击 就堪比那树外修士 全力一击 此人也同样是 那七个大能之一 他身子极为魁梧 看去如同凶山一样 出手之中低吼连连 宁笑中带着数万修士 向着光幕攻击而来 那光幕扭曲 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一切要结束了吗 这样也好 那粉衣女子神色 隐藏了深深的疲惫 她身子看起来很是柔弱 仿若风一吹就会倒下 收回看向天空的目光 这女子看着身旁的 一个个昆虚倒影 她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语在即 却被远处一声轰鸣打断 远处一颗修真心 轰然崩溃 在那数千修士 在一个蓝山老者的 大秀一甩下 齐齐崩溃死亡 又有一颗修真心毁灭了 这星阵 原本是999个修真心组成 每一个修真心 都会产生一道星阵 防护光幕 999个光幕融合在一起 具备了可怕的反弹之力 但眼下 随着一颗颗修真心的毁灭 随着一个个星阵光幕碎开 这星阵的威力 也在大范围的减少 生是戒内人 死为戒内魂 只是 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呢 我还没有告诉她我是谁 粉衣女子转过头 轻声难难 星阵西方 在数万修士的轰击下 扭曲的要崩溃一片 星阵光幕内 一颗修真心上 西子风 咬着夏淳 与一群罗天修士站在一起 他的身边呢 还有战空链 还有深宫骨 颜雷子 赫然也在其中 他们均都是罗天修士 此刻面对 那光幕外的数万修士 升起了一股无力之感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光幕 被一点点的摧毁 等待 在那光幕完全崩溃的一瞬间 爆发出生命的最后力量 光幕碎开之时 便是我等自暴的一刻 你们准备好了吗 眼雷子声音低沉 缓缓开口 他们并非是第一个选择 自暴的群体 实际上 这星阵内的修真心啊 几乎全部都是在光幕 破开的瞬间 选择了自暴 远处轰鸣一起 又有一颗修真心 在被毁灭了光幕后 崩溃开来 一声力笑 从磅礴的星阵内传出 却见一道清光直接飞起 冲出了星阵 直奔界外修士大军而去 就在这清光出现的刹那 一声长笑回荡 那空悬修为 曾参与围杀亡林的黑衣老者 一步迈去 与那清光在刹那间 轰击在了一起 轰的一声啊 那清光略有幻散 退后数目 反观那黑衣老者 倒退百丈 眼中露出金光 宁笑中啊 双手掐绝 黑雾弥漫八方 好一个羽界先帝清灵 不愧是上代封尊 那老家伙的弟子 明明修为不如老夫 但却借来香火之力 那清光涣散 露出了清灵的身影 清灵面色苍白 他体内有重伤 之前略做调息之后 便再次走出 与界外大能一战 从被围困的那一日开始 他便一直如此 就在清灵出现的刹那 星阵内 一片寒气滔滔 却见一个身穿紫衫的女子 一步走出 这女子神色柔和 但双目 确实有肃杀 她来自赵和 是赵和之主 在其走出的瞬间 那几个观阵的界外空悬大能中 传出娇笑 当年以秦音 毁亡灵五脏的先妃 身子飘渺而起 直奔着来自赵和的紫山女子而去 在这剩余不多的行政内部 那被一片雾气笼罩的祭坛上 清水潘息坐在那里 她的身影 被雾气掩盖模糊 其身子颤导 神色扭曲 露出无尽痛苦 在她的蹊跷中 有七道黑气缭绕 这七道黑气如同七条毒蛇 扭曲中任凭清水如何挣扎 也始终无法完全逼出 在清水身后 红山子同样攀息而坐 双手掐绝中不断地在清水背后落下 欲助其逼出这七条黑气 红山子不用管我了 清水猛地睁开双眼 其双目瞳孔出现幻散 扭曲之中 隐隐有七个黑点环绕 我若不帮你 你不出三刻就会死亡 红山子额头 溺出汗水 右手抬起 向祭坛外一挥 立刻一道黑光凭空出现 化作一具魁梦 直奔正外 而他自己则是一直点在清水后背 清水咬牙低吼 体内杀戮本源轰然而出 与背后红山子的指尖碰撞 其身子一个亮强 喷出鲜血 回头大吼起来 不用管我 红山子深深地看了清水一眼 目中露出悲哀 起身向着祭坛外一步走去 其神色透出绝燃 轰轰而去 那界外空悬大能中的老玉 冷笑迎上 清水在祭坛上喘着粗气 口中有漆黑的鲜血 不断地流下 他眼前略有模糊 但却挣扎地抬起头 看向远处一颗修真心 那修真心是粉衣女子所在的地方 是他吗 应该是吧 清水眼中露出柔和 他很多年前就有所发现 这时他没有去印证 就在这时 突然 那粉衣女子所在的修真心 光幕轰然被外围的 那大汉风雷之力冲破 那大汉狂笑忠啊 带着其身后数万修士 直奔 那修真心 而去 一千四百八十六级 掌尊县 清水身子一阵 黯淡的双目 突然就爆发出了 似生命最后的志强光芒 他已经失去了双清 失去了师尊 失去了爱人 失去了一切 在仙界认识的朋友 更是最终 连王林也仿若死亡 他失去了一切 他绝不允许 自己再失去 这个墓中的粉衣女子 这个女子 清水在他的身上 感受到了 亲女儿魂的感觉 这股气息啊 让清水当年激动 他曾疯癫一般的大笑 他曾无数次地 注视着那女子 此成为了 他生命的全部 与延续 他 就是清水的一切 即便是清水重伤 即便是他此刻 没有了红山子的帮助 活不过三刻 但这生存的三刻 他就绝不允许 自己的女儿 受到半点伤害 这是他 作为一个父亲 身为一个对女儿 愧疚了生生世世 寻找了很久很久的他 必须要去做的 他的口中 发出了如同野兽一般的嘶吼 其身子颤抖中 右手五指 猛地一拍身下祭坛的地面 这一拍之下 轰鸣惊天而起 却见那祭坛 被他所拍之处 立刻碎裂 一股极强的反振之力 从那祭坛内 直接轰然而出 借着这股 冲入身体内的反振之力 清水的身子 骤然就从这祭坛上 急速飞起 冲出了祭坛 冲出雾气 向着那被破开了 光幕的修真心冲去 他的双眼 已然模糊 世界在其面前 都无法看清 但他此刻唯一能看见的 唯一能看清的 便是修真心上 那女子的身影 粉衣女子面色苍白 耳边只有轰鸣回荡 他看着光幕崩溃 看着那赤裸上身的大汉 带着风雷之力 轰轰而来 在其身后 那数万修士 争鸣地重入 他感受到了 身下的修真心 在剧烈地颤抖 在这数万修士 尤其是那大汉的来临中 似承受不住这股威压一样 开始了崩溃 大地凭空出现了 无数沟壳裂风 地面在剧烈的颤抖下 仿若海面一样 凹凸起伏不断 他身边的那些 昆虚修士 双目此刻通红 低吼中 纷纷不惜一切的身子飞起 如飞蛾扑火一样 冲向那群戒外入侵者 飞蛾扑火 他不知道是死吗 或者他真的不知 但或者他是知道 狂风呼叫 那粉衣女子苍白的容颜上 有了一丝异样的红润 她的眼中还有不舍 但却果断地斩去了这不舍 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她的修为不高 但她却是戒内之人 她害怕死 但却不畏惧 在这国灭戒毁的一刻 一同殉葬 那界外七大能之中的 风雷大汉 此刻 宁小忠身子一晃 不去理会前方那些 在其看来 极为弱小的戒内修士 而是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狠狠地一按 这一按之下 风雷轰鸣 却见黑风化作风暴 其内夹杂了无数青色雷球 似化作了一条 长约万丈的黑色雷龙 在咆哮中直奔大地而去 她前去的方向 唯一的阻碍之人 就是那粉衣女子 那风雷大汉身子 站在这黑色雷龙头顶 随着其身呼啸即耻 一路穿过那数千修士 刹那间就临近那粉衣女子身前 不足几十丈 楼翼之羞 这大汉眼中露出无视之色 在她眼中根本就没有 这个粉衣女子存在的资格 她的目标是毁灭了此星后 下一个修真星 但就在其临近那粉衣女子 石正的刹那 这大汉突然面色一变 猛地抬头中 其双眼立刻看向 新阵深处的祭坛 一声野兽的咆哮 从那新阵深处的祭坛内 滔滔而起 带着一股灭天毁地的决燃 带着一股天下间 谁欲伤害子女 便要杀谁的妇怒 轰轰而出 你给我死 雪光闪烁 无数红色的雪花 在这星空中凭空出现 这些雪花透出 无尽寒意的同时 急速旋转而动 在那诸多的雪花中 清水的身子轰鸣冲出 她的速度已然达到了极限 她疯狂 其杀戮本源在身体内 轰轰爆发出来 惊天动地之下 甚至连远处正在交战的其余之人 也纷纷感受 全部看来 那风雷大汉面色巨变 她认识清水 她知晓对方的强悍 空涅之中几乎无人是其对手 此刻不假思索 身子立刻停止 操控那黑色雷龙不再轰向大地 而是调转方向 使得那黑色雷龙抬头 与对抗清水的来临 但她如此的行为 却是让清水的疯狂 再次攀升到了一个 从未有过的巅峰 那粉衣女子 距离她太近了 此刻雷龙抬头 呼啸间 却是立刻就要碰到这女子 这与清水的关系 这天地间 无人知晓 即便是亡灵都不知道 唯有清水一人明白 此刻清水双眼 完全红了 几乎是刹那 她就瞬息来临 直接就站在了 那脸露迷茫的粉衣女子身前 右手抬起 一把就抓着那黑色雷龙 咆哮中猛地向外 狠狠地一甩 你给我死 在清水抓住那黑色雷龙的一瞬 其四周那无数赤色雪花 起起而来 刹那间呢 就将那黑色雷龙包裹 咔咔声响 那雷龙身子骤然一僵 更是从清水的手中 爆发出了其一生最强的杀戮之心 全部轰入那雷龙体内 随着其一甩 这雷龙在今天的呼啸中 全身崩溃 四分五裂 骑上的那大汉 更是喷出鲜血 骤然之下 身子倒卷就要后退 但清水却是一步之下 直接就来到了那大汉的身前 右手抬起狠狠的一掌斩下 这一盏之中啊 那大汉魂飞魄散 生死危机弥漫 他自觉必死无疑 这一掌斩下之力 蕴含了难以想象的杀戮 轰的一声惊天俱响 那大汉连续喷出数口鲜血 身子登登登 后退数百丈 脸上露出一道血肉模糊的伤口 这伤口 从其眉心直至小腹 仿佛要将其身体撕开 但 他的身体 却是没有被斩断 那股杀戮之气 在将其要轰杀的前一席 迅速地虚弱下来 直至消散 那大汉面色苍白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此刻劫后余生 抬头看去时啊 一眼就看到 清水喷出大量的黑剂 倒卷的身体 清水没有完成 其轰杀的一击 他的身体 承受不住 此刻的他 已然迷留 向后抛出的身子 被那粉衣女子扶住 望着女儿 那美丽的容颜 清水的眼中 流下了泪水 那粉衣女子目中迷茫 她咬着下唇 她不知晓 清水为何会如此 她知晓这个人 知晓其地位之高 为什么 粉衣女子轻声开口 就在这时 那风雷大汉 咆哮而起 她眼中露出 狂喜之色 更有滔滔杀鸡 瞬息而来 与此同时 一声轰鸣 呼啸惊天 却见远处 那木冰梅 所在的修真心 其外光幕 直接崩溃 那眼露银邪之色的青年 大笑中 一步走入 崩溃的光幕内 走向不远处 冷冷地盯着 她的木冰梅 讽尊的红眼 嘿嘿嘿 一定会让本公子很舒服 木冰梅眼中露出诀别 其身边的神宗之人 纷纷冲出 要在这最后的时刻 与界内一同殉葬 同样在这一刹那 这星正外 与界外空玄大能交战的清灵 赵和女子 红杉子三人 他们也面临的 最大的一次生死 这一次生死 是可以结束了这场战争 但见在那星阵上 无尽的星空中 此刻 有一股足以镇压 整个星域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 轰轰而来 这股力量 掀开了这片星空 震动了所有界内修士心神 让界外数十万修士 立刻狂喜呼喉 在无数人的目光下 那无尽星空之上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内传出的气息 属于界外太古星辰 从那裂缝内 在轰鸣中 有一个巨大的宫殿 从其内延伸出来 这宫殿呢 是太古星辰 无数修士膜拜 是他们心中的圣殿 那是掌尊的行宫 掌尊 第一次本尊踏入界内 一身黑袍的掌尊 赫然就站在那宫殿上 看不清相貌 但却可以看到 他抬起了右手 那右手干枯如骨 蕴含了一股 毁天灭地的气势 抬起之后 向着下方红衫子 赵和女子 清临一掌按下 一切 结束了 苍老沙哑的声音 从掌尊口中传出 随着其右手抬起 却见一个巨大的掌印 轰轰而出 这掌印遮盖了 星空的光芒 仿佛实质一样 从那无尽星空上 向着下方的星阵 轰隆隆地落下 星空崩溃 一股让人窒息的感觉 在这一瞬间 弥漫在了每一个 界内修士的心中 化作了绝望 在这掌印下 风雷大汉 宁笑 临近清水妇女二人 还有那双眼露出 淫晦之色的道飞山 大袖一甩 卷走所有前方之袖 只留下了木兵梅 一步走去 但 就在这一刹那 在这至关重要的瞬息间 罗天星域 与云海星域的交接处 却是有一声尖笑 惊天动地的轰轰传来 这股尖笑 不是任何一个修士发出 而是一支剑 一支带着毁灭 带着愤怒 带着杀戮的死亡之剑 其呼啸之声哄哄而起 居然压过了那掌尊 暗下的巨大掌印 掀起的阴浪 成为了此刻 在这罗天星域内 无论是戒内戒外修士 耳中唯一存在的声音 亡灵 来了 被风雷大汗 凝笑临近的清水妇女二人 清水 黯淡无神 就要闭合上的双眼 在这一瞬间睁开 她茫然地看着远处 她的视线模糊 但她的心神 却是感受到了一股 熟悉至极的气息 这股熟悉 是她的兄弟 是她的师弟 扶着她的粉衣女子 同样抬起擒手 双目在这一瞬间 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明亮 望着前方 那风雷大汗身子一颤 猛地回头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另一颗修真心上 目冰眉已然绝望身子 骤然地颤抖起来 她的双眼露出光芒 在这光芒下 她的容颜绝美 她的脸上浮现出了开心的微笑 甚至她这一生啊 罕有如现在一样的开心 她知道 她确信 王林不会死 那距离目冰眉 已然不足十丈的道飞山 身子默然一阵 她感受到了那股 让她头皮发麻的气息 看到了目冰眉 嘴角的柔和 开心的微笑 她尽管没见过王林 但此刻 却是心神轰鸣 有了一个让她恐怖的猜测 一千四百八十七级 大爆发 她猛地回头 还有那另外的修真心上 无数熟悉王林之人 西子峰 战空烈 升公虎 阎雷子 等等无数 这些人全部都在这一瞬间 看向远处 看向从那星空内 如同迎合呼啸而来的 那无上气势中的剑 那是一只 足有万丈大小 毁天灭地的剑 那剑尖呈圆形 一路呼啸间 星空在其面前崩溃 一切力量 都无法阻止 在那剑尖上 站着一个人 一身身穿白衣 一头白发的人 隐隐地 还可以看到其后 一上一下 有两个巨大的不动转轮 轰轰紧随而来 在这一刻 青林 红山子 还有那王林 并不熟悉的赵和女子 他们的目光 全部在同一时间 看向那远处 呼啸而来的害人之间 青林的双眼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这只剑 他隐隐觉得眼熟 隐隐地好像认出了一些什么 但他却不敢想象 红山子完全地愣住 他怎么也没想到 王林不但没死 反而修为到了如此程度 更是以一种惊天动地 无法想象的方式 赶来了这里 戒内之修的震惊 相比于戒外 实在是微不足道 此刻那些戒外数十万修士 心神全部颤抖 他们的目中露出骇人 他们之中 有认出王林身份者 此刻被恐惧弥漫 尤其是那当年 参与了围杀王林的 几个空旋大能 更是纷纷回头看去 露出震惊之色 王林 他居然还没死 这是李广的剑 那两个当年 见识了此剑之危的先飞 面色大变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 剑笑轰鸣 从那遥远之处 瞬息来临 一路其所过之星域 波纹回荡 星域崩溃 生生地被祸盖 形成了一道 在星空中永存的沟壳 这沟壳 是从于云海的边界而来 无尽长短 这只剑 带着王林的怒意 带着它走过昆虚 照合云海后的杀戮 轰轰而来 直奔那此刻 从星阵上空 从那裂缝蔓延出的 长尊宫殿上 轰然落下的巨大掌印 这是王林与长尊的一战 这一切快地 超过了闪电无数倍 在这界内界外之修 还在震惊地刹那 这只剑呼啸而来 与那降临的掌印 越来越近 在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了这里 王林的出现 取代了这天地 一切的光芒 让界外之修 让那些界外大能 不得不去瞩目 在他们的目光下 那只呼啸而来的剑 与长尊的掌印 轰然间碰到了一起 在相互碰触的瞬间 那掌印震动不断 爆发出七彩之芒 这七彩的光芒万丈 可却压不住 那没有光芒 只有杀戮的一剑 轰轰之声 在这一刻 疯狂地传开 掀起了一股 在这罗天从未出现过的震动 与冲击 向着八方横扫 在这横扫中 那掌印剧烈地颤抖 骤然崩溃 随着掌印的崩溃 单见那只惊天的剑 直接穿透 这碎面不成形状的掌印 带着更为惊人的呼啸 此取走了此地 一切目光投来者的呼吸 在所有人的呆滞中 解开了方才的危机 直奔上空那裂缝外的宫殿 哭笑而去 宫殿上 掌尊一身黑袍被狂风吹动 露出了其无须的苍凉相貌 他干枯的脸上 此刻隐隐抽动 双目内露出罕见的疯狂 老夫就不信 李广公在你手上 能爆发出杀我的力量 掌尊低后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直接就临近那来临的剑 刹那间 掌尊的身子出现在了那剑尖之前 刚哭的双手挥舞中 七彩之芒急速闪烁 笼罩在身前形成了七道光芒 与那剑展开了碰撞 轰轰之声再次回旋星空 却见了七彩光芒 再碰到那剑的瞬间了 赤城红绿四道光芒略作阻挡 便直接崩溃碎开 紧接着 那青蓝紫三色光芒 在剧烈的扭曲之下 轰然崩溃 七彩光芒也无法阻止这支剑 王林的修为或许不足对抗掌尊 但在这天地内 在这戒内戒外 在这洞府之中 他有这支剑 或许有人可以将其阻止 但这有限的几人中 不包括掌尊 掌尊身子不断地后退 其双臂黑袍直接碎开 露出两条完整的干枯手臂 他面色阴沉 身子后退之时 却是怒吼一声 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这鲜血蕴含了金色 在瞬息间就爆发出一股 仙人的血脉之力 在他的身前化作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这太阳一出现了 便有那太初规则 笼罩星宇 老夫不信 掌尊吼声中 双手推动身前的金色太阳 向着那剑 狠狠地轰击而去 去去掌印小丝 给我滚 王林的声音轰鸣而起 随着其声音的出现 那支剑与这金色的太阳 彻底地碰撞在了一起 轰声化作阴浪 传开之下 使得无数修士 惨叫中双耳崩溃 大量的鲜血喷出 那金色的太阳 更是剧烈地颤抖 在那剑下无法前行 即便是掌尊双臂推动 也还是不甘心地连连后退 最终一声最强的轰鸣 滔滔而起 却见得太阳直接爆开 化作一股狂暴的致强冲击 但却没有向着四周倒卷 而是在那那支剑的威压下 全部卷向掌尊 掌尊喷出鲜血 其全身的黑袍 喷喷全部碎开 露出了干枯的身子 其身子更是倒退之下 轰的一声就碰到了 那从裂缝内延伸出来的宫殿上 轰宁一起 那宫殿立刻就出现了树道裂缝 与此同时 那支剑紧随其后呼啸离境 再碰到那宫殿的刹那 掌尊双手掐绝 向前猛地一推 却见一口巨大的井 赫然就出现在了其身前 那井中蕴含了乾坤日月 蕴含了无尽星空 这井是掌尊的第二个香火箭 是他在香刚大陆时 被疯子赐予的法宝 此刻在拿出的刹那 剑林 这井并非是平铺 而是竖起 井面之水 波纹回荡 在那剑林的一刻 从其内赫然幻化出了一只 一模一样的剑 那只虚幻的剑 轰然间冲出水面 直奔李广剑而去 两只剑刚一碰出 那虚幻的剑 就骤然崩溃碎灭 掌尊再次喷出鲜血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你是用了主人的仙人不灭体 这仙人不灭体如此珍贵 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获得 你 你居然放弃 居然这般挥霍 按这样的一剑 你还能射出几次 我断言 你只剩下两宫先例 两宫之后 你此生绝成不了仙人 再获得不了仙人血脉 那时的你 就是蝼夷 掌尊话语中断 那只剑直接撞在其身上 一股大力传递而去 掌尊的身体直接崩溃 一同崩溃的还有其身后那宫殿 这宫殿横骨就存在 它是界外修士的精神形状 在界外修士的心中 这宫殿是圣物 是永远也不会毁灭之物 但此刻 他们却是眼睁睁地 看着这宫殿 在他们的墓中崩溃 四风五裂之下 化作无数碎片 轰然暴露 掌尊灭 宫殿崩 天地色变 但掌尊呢 却并没有彻底死亡 在其身体崩溃的刹那 在那剑将其身体穿透 爆发出了全部力量 消散在了这天地内的瞬间 却见掌尊崩溃的身体 那化作碎末消散的血肉 居然诡异地重新出现 急速地凝聚之下 赫然在那失去了宫殿的裂缝中 在其身子再次凝聚而出 封灭族 三命之术 汪林双眼瞳孔一锁 重新复活地掌尊 面色苍白 其没有半点犹豫 在身体重新凝聚的瞬间 向着那裂缝急速地一步走去 直接就冲入裂缝内 右手在后 猛地一抓 轰鸣之下 那裂缝就在其一抓之下 崩溃了 消散了 其逃顿的身影 极为狼狈 四周轰鸣的鱼鹰还在 慢慢地散去中 这里的数十万修士 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了汪林的身上 如此一剑 惊心动魄 界外空悬修士 那老玉面色苍白 双眼露出无尽的恐惧 那一剑将他完全地吓住 还有那黑衣老者 他神色骇人 他看到那一剑的威力 如同看到了死亡 还有那两个先妃 尽管地位尊高 但此刻 却是看向王林的目光 露出畏惧之色 即便他们是 仙刚大陆的仙人 那又如何 也同样要畏惧 王林这个 在他们眼中 卑微的洞府之羞 远处的云洛大司 身子隐隐控制不住地颤抖 他所在的位置 看到的是王林的背影 这个背影 他熟悉 他害怕 这个背影 就是他曾经 推演看到的 那个毁天灭地之人 他虽不是我红颜 可却是我儿王平的母亲 你方才说什么 王林转身 双目如剑 死死地盯住了下方 一颗修真心上 目兵梅十丈外 下在那里的道飞山 道飞山身子颤抖 方才的那一幕 让他心神震撼 他之前便听说过王林 但内心却根本没有 把对方放在心中 尤其是他知晓 长尊等人当年 已患症将王林轰杀后 更是暗中认为 长尊等人呢 小提大作 但直至此刻 他才真正地知晓了 王林的可怕 那一箭之力 竟能轰杀长尊 这也让他无法置信的同时 心中涌现的恐惧 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 如今在王林的目光下 这道飞山心脏 砰砰跳动加速 王林的双眼 如斩天之剑 目光横扫 落入道飞山的眼中 使得其心神轰鸣 下意识地退后竖步 面色直接苍白 他几乎魂飞魄散 王林的话语 更是如同死亡之音 让他瞬息间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的修为只是空灭 面对王林 他有一种站在山峰之下 抬头仰望的错觉 更是在这一刹那 他的心中涌现出了 如海浪一般 将自己淹没的回忆 他不该去招惹木兵梅 不该去对那封尊的红颜 产生了淫秽的念头 这一切 就是其死亡的根源 但他毕竟是第三不大能 此刻尽管颤导 尽管恐惧到了极致 但他还有一丝清醒在心 他知道 自己这一次几乎是必死无疑 若真说有一线生机 这生机啊 便是那木兵梅 在王林话语传来的瞬间 道飞山不假思索 其身子在退后了树步时 一晃之下 直奔石杖外的木兵梅而去 其神色透出疯狂 求生的疯狂 他要擒住木兵梅 他要以此换取自己的生存 这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希望 十丈的距离啊 对于一个第三不大能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但确实要看 是在谁的目光下 是在谁的面前 在王林的双眼内啊 道飞山并没有这个资格 就在其身子一动 临近了木兵梅 已然不足一丈的瞬间 木兵梅根本就没有闪躲 而是冷冷地望着 那临近的道飞山 美丽的双眸中透出无视 王林神色平静 向前一步走去 奇速之快 根本就是超过了 那道飞山的想象 残影还在远处 但王林的身体 却是出现在了 木兵梅的面前 右手向前默然一抓 这一抓之下 那道飞山仿若是 自己送上了一样 一把就被王林 抓在了其手腕上 找死 王林寒声一起 抓着道飞山的手臂 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随着其移动 道飞山根本就无法控制 自己的身体 任由王林拖着 整个人被抡起之后 向着下方大地轰的一声杂举 轰鸣一起 惨叫之音惊天 使得四周的修士 这才反应过来 在那道飞山的身子 落向地面之后 其身体在王林的抓住中 又一次被抛弃 在王林松手中直奔天空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如他之前所说 穆冰梅尽管不是他的红颜 可却是王平的母亲 这道飞山竟敢淫秽 亵渎 这是王林 绝不允许之事 他身子向前走去 刹那就临近道飞山 右手抬起 在其胸口一点 一股修为之力 冲入其体内 直奔其右臂 轰得一声啊 这道飞山的右臂 直接崩溃 化作一片血肉 王林没有停止 再次一点而去 轰鸣此起 那道飞山的左臂啊 骤然崩溃 失去了双臂的道飞山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在王林面前 他根本就没有 任何还手之力 且此刻 四周所有界外修士 均都被方才的 一箭直尾所振 根本就无人赶上了营救 且就算是来 也已然不及 王林右手双指 轰鸣而出 连点树下后 这道飞山的双腿崩溃 血肉模糊 最后的一掌 为死亡之掌 在毁去了此人死之后 王林右手抬起 向着道飞山的天灵 狠狠地一拍 喷喷之声 在这道飞山的体内 直接回荡而进 他喷出大口的鲜血 双眼一片暗淡 甚至就连那惨叫 也都虚弱下来 其身体一阵之下 轰然爆开 四风五裂中 鲜血飞溅 可却没有一滴 落在王林身上 而是在其甩袖肩脑 全部倒卷而去 崩溃了肉身 这道飞山的 原神重创 但却没有死亡 而是从那血肉 四散中飞出 带着茫然 一愣之中 就被王林右手 一把抓住其脖子 狠狠地一捏 轰得一声 这一代第三步空灭大能 彻底死亡 这血腥的一幕 让四周那些界外凶事 一个个倒吸口气 纷纷骇然退后 尤其是那清水面前的风雷大汗 更是头皮发麻 他不假思索 直接后退 但就在其后退的瞬间 王林却是猛地转身 红着的双眼 死死地盯在了 这大汉的身上 这大汉身子一颤 顿了一下后 逃顿得更快 伤我师兄 岂能让你逃掉 王林转身中一晃 刹那就出现在了 那大汉的身后 右手抬起 向前直接挥手而去 那大汉发出疯狂的咆哮 猛地转身 双手掐绝之下 向着身后狠狠地一拍 直接就与王林的右手 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惊天 那大汉喷出鲜血 双臂在咔咔之声下 直接崩溃 惨叫中身子倒卷 登登登 后退百丈 王林眼中露出杀机 向前一步走去 直接就追上了这大汉 右手五指收拢 向着那大汉胸口 直接落下 那大汉眼中 露出绝望的癫狂 他吼声中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血剑 那血剑一出啊 直接就化作了 一股血色狂风 此风横扫 变成了风暴 轰然直蹦王林 在那风暴内 还有无数赤色雷球 轰轰翁鸣 使得那血色风暴 看起来似可以毁天灭地 风之本源 呈三步大能后 又获得了尚未圆满的雷本源 哼 倒也难得呀 汪林目光一早 话语中 右手没有丝毫停顿 一掌就落在了 那血色风暴上 五指并拢后 向内狠狠的一口 如同卧拳向外直接一拽 这一拽之下呀 那血色风暴 骤然崩溃 随着其崩溃 那风暴内的雷霆 更是颤抖起来 汪林是雷霆之作 其雷之本源 大成圆满 在他面前 这天地雷霆 都要成功 更不用说 这小小的雷球了 给我滚 汪林低吼中 那些崩溃的风暴 存在的无数雷球 一个个颤抖着急速后退 向着八方逃去 转眼消散无影 风雷之力 在汪林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 毁灭了风暴 汪林的身子直接走出 在那风雷大汉的绝望中 一步就出现在了其身旁 右手随意地抬起 双指成剑 在这大汉的颈部 直接一点 伤我师兄 我要你承受世间剧痛 这一点之下 那大汉的颈部 清净鼓起 全身血液 急速流转 仿若被一股巨大的吸力 从颈部 汪林手指锁落的地方 被疯狂地吸去 几乎是刹那 这大汉在惨叫中 全身皮肤一片苍白 身体内的血液 在瞬息间全部凝聚在了脖颈 远远一看 这大汉的脖子一片紫黑 更是高高鼓起了一个巨大的骨包 这骨包中啊 蕴含了其全身的血液 它身体内的所有鲜血 在这瞬间凝聚在了这里 砰的一声啊 那紫黑色的骨包崩溃 如同喷泉一样 大量的鲜血 从其内滔滔而出 喷洒四周 直至将这大汉身体中 最后一滴鲜血 也都喷出 此人的惨叫 惊心动魄 这种痛苦很难形容 但就算是修饰 也几乎无法承受 可这一切啊 还没有结束 血液尽管被抽出的一点不剩 但那犀利 却还是磅礴而动 如此一来 之后被抽出吸走的 便是这大汉的生机 阵阵白气 从其颈薄的伤口内 喷洒 他的身体在惨叫中啊 大范围的枯萎 瞬息间 就几乎化作了骷髅一样 其双眼凸起 神色极为可怕 但整个人 却是没有了半点身材 仿若死人 这是 那从亡灵手指内传出的犀利 还是依旧没有任何的减少 反而更多 在这犀利的疯狂下 这成为了骷髅的大汉 身子剧烈的颤抖中 就连惨叫 也都嘶压起来 却见他的骨头 开始了融化 骨头化作水液 在其不断的消融中 连同其原神 一同被急速地抽出 这一幕给四周所有看到者 带来了一击心神的冲击 他们亲眼看到 一个第三步空液大能 其身体的一切 最终在亡灵的一指吸力下 全部消散 成为了一缕缕气息 最终环绕在亡灵的手心 形成了一个絮状的雾球 这雾球啊 就是那风雷大汗 抓着雾球 亡灵身子一晃 出现在了清水面前 右手抬起 在双目已经闭合 就要死亡的清水 头顶直接按去 这一按之下 清水身子矩阵 他猛地睁开双眼 却见七道黑气 从其蹊跷内轰轰而出 这七道雾气啊 如同蟒蛇 挣扎扭曲中不愿离开 但却在亡灵那强悍的 修为逼迫下 不得不冲出清水的身体 随着七道黑气的消散 清水的双眼 尽管暗淡 可那满身的死气啊 却是消散了诸多 更是有生机复苏 驱散了其体内之毒 亡灵右手 锁抓那大汗全身 锁化的雾球啊 直接拍入清水的身体内 吸收之后 师兄伤势 可以加速恢复 亡灵扫了一眼清水身边 蒸蒸地望着自己的粉衣女子 转身走向星空 戒外之休 你等入侵我戒内百年 屠杀无数生理 如今围攻在此 既然你们不愿放弃 既然你们掀起了这场杀戮 那么今日 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要离开了 今日 就是决战 王灵话语间了 右手抬起 一指星空 轰然间 却见到星空中 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不动转轮 杀 王灵仰天一声低吼 其身子一步走去 直奔前方 随着王灵的咆哮 星阵内的那些残存的戒内修士 一个个热血沸腾 再也不去归缩在星阵内 而是一个个飞起 带着疯狂厮杀而出 杀 一同冲出的 还有青林 红杉子 那赵和紫衣女子 还有木兵梅 神宗 以及无数被逼到了极限的 戒内之休 戒内之休 只剩下了不足八万之人 但这八万人呢 却是在此刻 不畏生死 在王灵的低吼中疯狂 生死阵 镇压苍生 王灵那意志中啊 星空上出现的不动转轮 轰然地转动起来 随着其缓缓地震动 一股惊天动地的镇压之力 从其内滔滔传来 向着下方那数十万界外修士 直接镇压而去 轰鸣惊天 在这浑然的镇压中啊 数十万界外之休 立刻就有数万人 直接喷出鲜血 身子一颤之下 全身轰鸣 更有一些直接崩溃死亡 但界外修士啊 数量太多 在短暂的恐慌之后 这些界外修士 一个个挣扎地怒吼而出 抵抗着来自上方的镇压之力 与界内之休 展开死战 界内之休 全部从星阵内飞出 王灵首当其冲 在最前方啊 在施展了生死大阵的镇压下 在这数十万界外修士的 心神震动中 他如同一道长虹 直奔界外 那几个空旋大能而去 他的目标啊 就是杀此地所有大能 目光一早 在那数十万修士中 王灵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当年谈琴的先妃 此女当年呢 以擒音五脏之术 让王灵痛苦至极 他如今还记得 那种五脏枯萎成为黑水的痛苦 这种痛啊 足以化作仇恨 让王灵不去理会对方的身份 更不会去看对方的绝美相貌 而是必须要杀 一步之间 王灵化作长虹 直接就冲入进了界外修士大军之中 一路走过 轰鸣滔天 凡是阻挡在前的界外修士 一个个崩溃死亡 随着王灵的前去 赫然在其身后 留下了一条血路 那些死亡的界外修士 他们的肉身崩溃 但头颅却是保存完好 被王灵凝聚在了身后 形成了一条人头披风 这披风在王灵的冲入下 还在不断地膨胀 数量始终在增 一路轰轰 那被王灵目光锁定的先飞 其花容色变 身子急速后退 他修为尽管是空旋中气 但此刻 却是被王灵之前那一箭震撼 从其心里对王灵产生的恐惧 这股恐惧之意 让他忽略了王灵的修为 甚至在他看去 王灵根本就是很难战胜 与其厮杀自己必死无疑 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可却真实的让他恐惧越来越深 随着其退后 王灵从远处却是越来越近 走过之地鲜血似箭 无数修士惨叫崩溃而亡 头颅漂浮在王灵身后 为此刻的王灵增添了一股 跪天灭地的气势 这一切说时迟那时快 王灵脉步中一晃之下 就临近那先飞不足百丈 双目通红 一声嘀吼咆哮肩 王灵向前猛的一步 这一步横扫天地 使得星空似要崩溃 直接就出现在了那先飞的 身前十丈外 这先飞面色苍白 他感受到王灵的杀心 此刻银压一摇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在手中就出现了 那个王灵熟悉的古琴 琴放身前 这先飞双手在上一幅 琴音蒸蒸滔滔而起 化作无数阴浪 直奔王灵 王灵神色争灵 前行中啊 眉心古神星点继续旋转 其体内又碰碰之声回旋 身体并未暴增 但古神之力 却是凝聚了全身每一处位置 一步落下 星空轰轰 更是与那无尽阴浪碰撞 传出了巨响回荡 那些阴浪尽管蕴含了极强的冲击 也给王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但此刻的他 却是根本就不在乎 以其古神之体硬扛 再次迈步而去 眼看王灵越来越近 这先飞面色苍白 不假思索 右手抬起掐掘 狠狠地按在了古琴之上 轻音大响 琴弦一阵之下 传出了五道阴浪波纹 五脏之术 心 肝 脾 肺 肾 这先飞声音尖锐 随着阴浪而起 右手五指抬起 向着来临的王灵虚空一按 这一按之下 王灵全身轰然一阵 其体内五脏立刻就传出了剧痛 但此刻的他 却不是当年的修为 而是到了空灵中期 与补神肉身融合下 可杀空悬修士 这一股剧痛 尽管如当年一般 让人无法忍受 尽管他体内的五脏 在这一刻开始了碎裂 但王灵的速度却是更快 带着一股决心 带着一股杀机 王灵右手握拳 在临近的一瞬间 直接一拳轰击而去 轰轰之声惊天 在王灵的上空 道骨头颅幻化 骨枝三足虚影出现 全部融入他这一拳之内 随之呼啸而出 远远一看 这一幕触目惊心 随着王灵这一拳 星空震动 四周的无数界外修士 骇然倒退 齐齐让人 使得这一拳 在王灵挥舞中 化作一个千丈大小的虚影 从上空 向着那先飞 直接哄去 几乎是一刹那 这虚幻的拳头 就落在了那先飞身上 与先飞的武脏神通 锁化波纹 轰然碰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 在这星空战场内 回旋八方 那巨大的虚幻拳影 崩溃的同时 露出了旗下 喷出鲜血 身子后退的先飞 王灵同样 嘴角溢出鲜血 他这一次 站的是先飞本尊 而不是当年的虚幻之影 是那不属于这里 来自仙刚大陆的仙人 那先飞在后退中 擦去鲜血 眼中的恐惧更浓 他珍惜心灵的程度 远远的超过了这里的一切修士 因为他明白 他不是这里之人 这里只是一座洞府 他的身份 要远远超过这里的 所有洞府之修 他越是有这样的想法 就越是害怕死亡 在其后退中 王灵不顾伤势 争鸣中又一次冲出 眼中杀鸡 透出疯狂的决心 那先飞面色苍白 双手掐绝之下 向前一枕 却见有淡金色的光芒 直接幻化 一股属于仙人血脉之力 在这星空的战场上 直接弥漫开来 这股仙人血脉之力 化作了危样 笼罩八方 王灵 你我并无生死大仇 你何苦呀 那先飞声音尖锐 刺耳传出 但其话语还没等说完 却是戛然而止 化作了一声扭曲的尖叫 更是放弃了一切先术神通 疯狂地退后 因为在他说话之时 王灵的手中赫然出现了 那把轰杀了掌尊的弓 在其退后的瞬间 王灵向前一步横冲而去 前行中啊 他右手一挥 弓箭消散 拿出弓 他不是为了射出 而是震慑对方 让对方的神通 不敢施展 刺客 在那先飞恐惧退后的刹那 王灵右手抬起 向着那先飞一指 口中低喝 定 一字定身 那先飞身子骤然一顿 但也仅仅是一顿 他拥有先人血脉 一顿之下 立刻挣脱 但这一顿的时间呢 却是让王灵 直接就追了过来 在追来之际 王灵双手掐绝 狂风呼啸 黑龙弥漫 更有无尽雨水 浩荡而起 化作山崩与虚幻的 大地碎裂 正是那白凡仙术 但这一切 只是棋手而已 施展这仙术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出 那最后一身 阴月有情 此树一出啊 星空中赫然出现了 一轮血月 映照在了 那退后的先飞身上 阴月有情 王灵一声低吼 那先飞的脸上 立刻就出现了 月亮的痕迹 惨叫中 其绝美的容颜被撕开 他猛地转身 双眼露出怨毒之色 索性啊 不再逃顿 而是直奔 亡灵而来 轰鸣回荡 二人的身体 在瞬间碰到一起 神通对抗 碰碰之声 惊天动地 片刻间呢 那先飞的身子 刀卷 蹬蹬后退 面色惨白 喷出鲜血 王灵的身子 同样退后 鲜血喷出 但他在退后几步中 却是身子一晃 再次冲出 这一次 其右手抬起 一声低吼间 一铃印 在这星空 浩然而出 那巨大的掌印 在出现的刹那 就直奔下方先飞 先飞面色大变 双手掐绝之下 全身立刻就有阵阵先力弥漫 赫然在身前就化作了一个模糊的虚影 还没等着虚影凝食 在这先飞的耳边呢 传来了王灵让那心神矩阵的声音 先刚大露之羞 七道宗宗主的是非 你当王某不知晓这一切吗 一语道出天机 让那先飞的神通 下意识的一顿 他双眼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王灵居然知晓此事 就在这一刹那 王灵手中血光一闪 那血剑在手 抬起钟 向着下方狠狠地一掌而去 王灵杀人 一向讲究心机 这心机或许并非高明 但在那短瞬即逝的生死交战下 却是可以起到作用 尤其是他对于时机的把握 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那之前在这先飞第一次 要施展先人血脉的先术时 王灵便不假思索地 拿出了李广之功 此功一出啊 立刻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吓得先飞放弃一切神通 急速逃顿 因为那先飞不敢保证 王灵有没有再射出一剑的决心 而后 在那先飞被逼到了极限 在一灵印将要落下的刹那 再次准备施展这先人血脉神通时 王灵传音说出了那一句 让先飞震惊的话语 这一句话 在先飞全无准备之时 在这生死大战之中 起的作用或许只是 让那先飞心神一阵 但这一阵 对于他们这样的修士来说 却是致命 在那先飞震惊的瞬间 一灵印轰轰而来 更是在王灵的手中 血溅抬起 那惊天刺目的血光 一闪之中 如展开天地一般 轰鸣而落 在这一切 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快到不可思议 刹那间 轰鸣震动 滔滔而起 一灵印落下 血剑斩下 化作了一场 对于那先飞来说的 生死杀劫 随着那轰鸣回荡 先飞的惨叫 隐隐传出 其身子一颤 直接崩溃 形神俱灭 王灵也同样 喷出鲜血 那先飞在死亡前 最终将那先人血脉的 神通施展 尽管被一灵印遮盖 可其爆发出的力量 却是传入王灵身体 让王灵身子一颤之下 连续退后了百丈 再次喷出鲜血 杀一人 他自己也受伤 但这一切 却是值得 在他杀着先飞的过程中 四周界内界外修士的厮杀 已然血流成河 杀戮滔滔之下 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不断地回旋在这星空内 王灵喷血退后 正暗中调整气息 但突然了 便有一股危机 从远处直逼而来 王灵身子一晃 避开之时 猛地转身 却见一道剑气呼啸 从其身边直接传透 横扫星空 在远处撕开了一道 巨大的星空裂缝 趁着王灵此刻受伤 偷袭而来的 是远处 那当年参与了 围杀王灵的 另一个空悬大门 那黑老者 这黑老者 右手拿着一把乌光之剑 此刻剑芒一闪 他一晃之下 直奔王灵而来 他此刻受伤 正是杀他的最好尸击 王灵双眼寒光弥漫 身子立刻退后 赫然间 化作了一片黑色的雾气 后退中 直接就冲入 正在与戒内修士厮杀的 戒外之修大军内 其身锁化雾气 弥漫方圆万丈 一扫之下 就把诸多戒外修士包裹 从那雾气内 传出阵阵惨叫 随着雾气一散 一句句被吸干了 生鸡与血肉的骸骨 崩溃散开 那黑老者眼中 杀鸡更浓 直奔王灵追来 王灵所化雾气 向后迅速扩散 凡是被笼罩的戒外修士 均都凄厉死亡 短短的数息间 便有上万戒外修士崩溃 刺客 那黑老者速度越来越快 一步之下 直接临近了王灵所化雾气 右手拿着那乌光剑 抬起之中 向着雾气狠狠地一展而去 剑气滔天 轰轰而出 就在那剑气临近的刹那 王灵所化的雾气急速收缩 赫然就重新凝聚出了身体 其伤势在方才的吞噬下 恢复了大半 此刻身子凝聚而出 王灵双眼鸿芒杀鸡闪烁 在那老者来临的刹那 其右手抬起 向上一掀 因果阵 这一掀之下 那因果阵所化的不动转轮 瞬间出现 竖起立在了王灵身前 在王灵向前狠狠地一推之下 这庞大的因果 不动转轮 直奔地老者而去 与老者斩下的一剑 轰然碰到了一起 轰声震震 那老者的剑气一顿 赫然崩溃 其身倒卷 鲜血喷出 同样的那因果大阵 也在一颤之下 骤然崩溃 四分五裂 但这阵法不动转轮的碎力 却是没有让王灵 有半点心痛之色 他眼中露出奇异之盲 长笑中双手掐绝 右手抬起 握拳一挥 因果阵成 你之一剑 便是我阵之音 此刻 阵遂化作无数 便是因果之中 因果阵 开 王灵徽 手间那崩溃的因果阵 立刻化作一道道 因果混沌之气 横扫八方之下 这些因果之气 足有五万道 一千四百九十几 决战三 每一道气息 都在瞬息间改变形态 赫然就诡异地 变成了那老者之前 斩下的剑气 如此一来 出现在这天地间的剑气 是有五万之多 这就是因果阵 在王灵大秀一甩中 这因果气息 所化五万剑气 轰然散开 直奔四周 那些界外修饰而去 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在这瞬息间回旋 随着五万剑气的袭击啊 赫然就有五万界外修饰 崩溃死亡 他们的死亡鲜血四溅 把这星空似染的一片暗红 先飞难杀 但杀你一个空旋出气 还是不难 王灵身子向前呢 一步走去 穿透了崩溃的因果大阵 直奔的老者 左手为生 右手为死 生死到 在临近了老者的瞬间 王灵根本就不去理会对方施展什么神通 左手向前一案之中啊 右手随之而动 生死二气轰轰 在那老者身前碰在一起 形成了轰鸣震动 那老者喷出鲜血 身子后退间 神色争鸣 双手掐绝之下 便有神通幻幻 但这一切 王灵看不到 他的双目闭上 在闭目的一刻 天地一切都是虚假 闭着双目 其身子急速而走 从这老者的神通中 穿透 瞬间就来到了其身前 右手抬起 按在老者胸口 五指向内一扣 握拳之后 向外猛的一转 因果到 轰的一声啊 那老者惨叫后退 胸口之处 其本源气息 急速宣泄 被王灵一把 抓在了拳头内 此刻 他睁开双眼 右手狠狠地一握拳 捏碎了老者的部分本源 在那老者后退的刹那 王灵左手虚空一回 楚烈风出现 从旗内 抓出了所有的七彩钉 向前猛的一挥 那数个七彩钉 带着刺目的七彩之盲 呼啸而起 以无法形容的速度 直接刺入老者胸口 那老者双眼 流出恐惧之色 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后退更快 就在王灵要追出的瞬间 远处一道杀鸡 滔滔而来 却见那仙妃中 另外一个女子 这女子 身穿蓝云 化作一片蓝云弥漫 刹那 就临近王灵 一道蓝色的彩带 从旗内 直接闪烁而出 向着王灵卷 在这女子身后 青林紧随其后 显然之前 这三人正在厮杀 但那仙妃 却是走出了 二人的围攻 直奔王灵 更远处啊 那来自赵和的紫衣女修 如同罗刹一般 连杀数个空涅大能 正与最后的 两个阴沉而战 同样 与其交战的 还有那界外空玄大能中的老鱼 三个仙妃中 最后一女 此刻 则是在与红杉子厮杀 红杉子明显不敌 但却死死地拖住对方 在远处啊 界内修士死亡诸多 但界外死亡之人 却是已然超过了十多万 那嘶吼杀戮之声 在这星空内回荡 弥漫了整个罗天星云 王灵猛地转身 其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界外这几个空玄大能不死 则这场战斗 便不会结束 在他回头的刹那 王灵眉心中的 古神星典内 天皇炉直接幻化而出 向外一阔直下 笼罩了四周星空 更是把那先妃 与黑衣老者 全部包裹在内 天皇炉散出一股柔和之气 推动随先妃而来的青林 将其推出其外的一瞬 吞噬了黑衣老者 遇那先妃 漠然收缩 轰鸣从天皇炉内 滔滔而起 他尽管吞噬了黑衣老者 遇那先妃 但此炉啊 却是很难将这二人炼化 此刻翁鸣之下 几乎要崩溃碎改 王灵身子一晃 潭息坐在那天皇炉顶 喷出一口鲜血 落在炉身 双手掐绝中一点眉心 赫然啊 其眉心 古神星点 全部飞出 一一落在了天皇炉上 更是在他的眉心中啊 那仙人不灭体 所化的金色鲜血飞出 被他一把按下 与那天皇炉融合 使得此炉 直接就爆发出 万丈金光 以仙人血脉 以古神血脉 容天皇炉立 镇压你二人 望万年 王灵大笑一甩 其自创神童刘月 赫然而出 在其身后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石门 压在了这天皇炉上 随着石门的出现 岁月急速流转 以王灵此刻的修为啊 他足以推动此书 流转岁月无尽 额头觅出汗水 王灵盘膝 坐在那天皇炉上 他双眼通红 向着天空 发出了一声嘀吼 前辈青林 红山子 还有那赵和前辈 你三人拖住 那最后两个空旋大能 给我足够的时间 不止生死因果 真假大震 青林三人点头 三人连手 去拖住那最后两个空旋大能 让他们短时间内 无法来阻止汪灵 汪灵双手掐绝 他眼中露出疯狂 既然这场战争 是七彩盗人 与战老鬼的游戏 既然这场战争 是他们为了某种目的 而必须要进行 那么 他汪灵也就毫不在意 让界外之修全部死亡 以此结束这战争 去看看这两个人 到底是在寻找什么 在汪灵的身后 已然存在了近十万头颅 这些头颅内 传出的阵阵凄厉的嘶吼 在这星空战场中 与那杀戮之声 融合在了一起 生死阵城 因果阵散 我便在您因果阵 王林坐在那天皇炉上 右手抬起 展开一握 立刻 其身后飞出五万头颅 急速旋转之下 化作巨大的漩涡 漩涡轰然转动 嘶吼惊天动力 随着旋转 赫然成为了不动转轮 使得因果大阵出现 争目为真 立目为假 真假道成 真假大阵 王林声音飘忽不定 随着其话语传出 他身后其余的那五万头颅 全部飞出 在其面前又形成了一个 虚与大的漩涡 这漩涡处于虚幻与真实之间 看起来似不存在于这片星空 一片扭曲模糊 旋转的轰声回荡 一股真假本源的气息 急速扩散开来 片刻间 这漩涡成形 真假大阵 轰轰出现 亡林神色凝重 右手一指 那星空漂浮的生死漩涡 顿时啊 这星空内 代表了生死 真假 因果的三个漩涡转轮 赫然间就急速的凝聚在一起 在亡林的前方 彼此展开了重叠 随着其重叠 三大须之本源 形成的阵法 最终完全地成现而出 我需要一万界内通道 自愿献出原神 成为我三大本源 阵法之灵 推动三大本源转轮 改变天地星空轨道 扰乱星辰运转 轰杀此地 所有非我界内之人 亡林神色凝重 他这三大转轮阵法 必须要有一万元神作阵 成为阵灵 以此方可全部发挥威力 在其话语传出的瞬间 界内修士中 便有一万修士 毫不犹豫 直接盘膝而坐 元神出窍 直奔亡林身前 这重叠的三大本源转轮而来 仅仅是树西间 这一万元神 纷纷来临 坐镇转轮之上 在这一刹那 这三大转轮 轰鸣转动 游三划一 赫然间就疯狂地膨胀起来 化作了一个几乎齐天之高 无尽大小的巨大车轮 这车轮散发出生死 真假 因果本源 它一转之下 则天地轨迹改变 它一动之中 则星空可以崩溃 这是亡林自创神通中 最强的一事 它这一生 也只能凝聚出 这一个车轮 这是它三大本源 融合而成 此生绝不会有第二个 那一万元神 此刻 就在这巨大的车轮下 成为了 推动车轮运转的阵灵 他们齐齐敌后 推动了巨大的转轮 向着剩余的 数十万界外修士 轰轰转动而去 转动一圈 天崩地裂 那组成星阵的 修真心 轰然便有了崩溃 星空自被抽出了所有的生机 再没有任何气息存在 那数十万界外修士 直接便有近三成 直接碎灭了身体 骤然死亡 仅仅仅是一圈 那推动转轮的一万元神 就全部暗淡下来 他们再没有力气 去推动第二圈 就在这时 界内之修 齐齐后退 全部盘膝坐下 就算是目兵媒 也同样如此 在他们坐下的瞬间 他们的元神 从身体内 直接飞出 融入那 取代了星空的 巨大转轮下 一同推动 这仿若命运的法轮 再次转动 轰轰之声 回荡星空 却见那巨大的转轮 再次转动了一圈 刹那间 界外之修 在这股无法形容的力量下 又有三成之人 直接崩溃死亡 鲜血成壳 飘洒在这星空内 余下的界外修饰 在这惊人的变故下 恐惧到了极限 他们疯狂 他们害怕的心神颤抖 他们在这一刻 疯狂的向后各自逃顿 面对这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 他们不敢去反抗 也反抗不了 就连那与清零三人 厮杀的两个空旋大能 此刻也是骇然至极 那老玉与最后的一个先妃 二人不顾一切的退后 挣脱出清零三人的围攻 向着星空急急而走 他二人修为不凡 此刻逃顿之下 瞬息就远走 面对这些轰然四散的 界外残余修士 界内之修的元神 即便是数万 再也没有了力气 去推动这磅礴的转轮 去转动第三拳 清零闭上双眼 其元神浩然而起 身为第三部大能 身为羽界先帝 他的元神之力足以惊天 此刻出现之后 化作了一个巨人一般 一步之下 来到了那转轮泉 他狠狠的一案 与此同时啊 红山子 还有那赵和紫衣女子 二人同时闭上双目 元神轰然而出 还有远处的清水 也同样不顾伤势的恢复 飞出了元神 这四人的元神 在那庞大的转轮泉 暗动之下 使得那转轮轰鸣 缓缓地转动了第三拳 在这第三拳转动的刹那 星空崩溃 这是真的崩溃 仿若掀起了层层碎片 向着四周横扫卷动 那些逃出了很远的界外修士 无法逃过 一一在逃顿中 被这股转轮改变星空运转之力 轰然崩溃了身体 那转轮转动了第三拳后 还有余力 缓缓地转动之下 但却无法完成第四拳 王林双手掐绝 元神直接飞出 象征的转轮猛然一案 这一案之下 那转轮再次转动起来 终于完成了第四拳 第四拳一转 星空翁鸣 一股奇异之力 融合了王林与所有界内之修的全部元神 展开了一次 今天的横扫